今年的台北艺术节最后一档国际节目是来自澳洲的编舞家安东尼·汉密顿的作品《暗黑计划》 它结合了街头涂鸦和现代舞 让舞者在微弱的光线中透过肢体和电音交错出完美的画面 艺术家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嘻哈男孩也曾经投入了街头涂鸦运动 全黑的剧场空间中舞者随着音乐的行径撕开黑色胶带 在台上勾勒出光影线条时尚前卫又充满实验性 这是澳洲编舞家安东尼·汉密顿的作品《暗黑计划》 拥有嘻哈街头涂鸦等背景 安东尼·汉密顿盛常在作品中融合不同元素 而《暗黑计划》已经发展出多个版本 第一个作品是与其他人的形象 但也认为它们的形象 和環境的形象 因此体和環境的形象 变成一种意志 第二个工作是专业的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六专业的专业 他们可以作出一种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对六专业的专业 所以当他们专业的专业 他们会比较像机器 因为他们专业的专业 他们会比较像个工具 如今已经发展出22位舞者与舞台 共逐出一道景观 在安东尼和密顿的眼中 黑暗让一切细节更为清晰 而电音、涂鸦与街舞的多种元素 则像是他过去创作能量的一次爆发 我当年幼稚园的专业 将视觉、声音与影像重新揉捏成心 凸显出观看的本质 呈现出一场令人惊艳的视听觉之旅 感谢您的观看